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叫行为人有责任能力 这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 能判断你有没有责任能力 还是一样用年龄来区分 那在刑法里面 他是用14岁以下跟18岁以上做一个区分 那14岁以下我们称为你叫无责任能力人 那在14岁到18岁之间 我称为你叫限制责任能力人 那18岁以上我称为你叫完全责任能力人 那可以想象的是你的责任 你的责任有多少 那你就要付多少的刑责 那通常如果你是14岁以下 你是无责任能力人 你犯的罪通常是念在你年少不懂事 然后心智不够成熟 所以我们会不罚 那当你在14岁以上未满18岁 你叫限制责任能力人 那你如果不小心犯了罪 这时候法官会减轻你的刑罚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当你18岁以上 民法法官判定你 你具有所谓的认知能力 你具有完全责任能力了 所以你要付完全的责任 好 所以犯罪必须要符合这四大要件 我们再重复一遍 第一个罪行法定主义 你这个罪 刑法规定你这个是犯罪行为 还有这是违法性 这是违法 具有违法性 伤害到你的生命身体自由或你的财产 接下来第三个 你要出于故意或过失 那第四个 你必须你的行为人是有责任能力的 OK 那当你符合这四项再强调一次 我可以怎么样 假设你有可能犯罪 那我们在上一次讲到所谓的民法 那最后我们这里替同学做一个总结一下 就是民法跟刑法里面年龄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那我们看一下 民法 民法它是讲行为能力 那刑法它是在讲所谓的责任能力 好 那民法的行为能力讲什么 一个人在法律上可以独立从事有效的法律行为的能力 这是所谓的行为能力 那民法它的行为能力是7岁到20岁之间 那刑法的责任能力 它是在14岁到18岁之间 那我们最后再强调一次 民法的行为能力会决定你做该样行为 是不是所谓的有法律的效率 法律的效率 那在刑法里面 你的年龄会影响到你负担的行者的轻重 负担行者的轻重 好我们介绍到这里